美丽的女孩 你可以嫁给我吗 然后呢 然后你说 嫁 然后马就跑了 因为马一般你说嫁 然后 嫁 依然欲文乐新年34岁 外形帅气的他 感情生活之心仍是一片空白 这几个月来似乎讨伐不断 与小大11岁的周冬宇 参加恋爱节目 我们心爱吧 甜蜜互动被封为宇宙ZP 甚至有大批网友认为 二人应该要在一起 日前为代言产品拍广告时 在访谈中自爆 心目中的女神 对象却不是周冬宇 而是曾经合作过多次的杨亲话 原来日前为代言品牌 产品拍摄广告 他在受访时表示 对于先前被误传 与好友阮小仪在一起的传闻 两人都觉得非常搞笑 但他称赞对方是一个 可爱又幽默的女生 当被问及 心目中的女神条件时 他坦诚 希望可以跟我无话不聊 一起做无聊的事 或是傻事 例如杨亲话 一年只拍两部戏的 于文乐透露 今年底将于心目中的 女神杨亲话 第三度合体拍摄 致名与春娇 于文乐笑称 从未如此期待过 我一直梦想拥有一部 类似爱在日落巴黎时的 经典电影 这两人的故事 拍成系列相当浪漫 妈妈你从左边数过来 第二排第五包 抽了会咒笛的 给这个表演 顺手拿 右边第三包 09年抽了会肺癌的 绿豪彩 给这一心上